我是你的教練 楊哲睿 還記得上次跟你們介紹的4Round的245跑表嗎 那今天呢我將跟大家開箱一個更入門更方便使用 那如果你是一個真的對於跑步需求只是很簡單的一些記錄功能的話 我相信這支表會更適合你 所以在這幾天的時間我都用這樣的方式 在路上跑步引起很多人的注目一次就要按三支表 然後來實測到底這三支表的使用功能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我就來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我這幾天使用心得吧 那開始之前呢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上一代的4Round 35這支表款的定位吧 那這支手錶的功能呢大部分是支援比較簡單的跑步紀錄功能 所以在部分比較深入的例如說訓練計畫功能 或者是Connect IQ Connect IQ就是一個有點像是你的App Store 你可以在這個網頁當中下載屬於你喜歡的表面 或者是任何支援的這些App來加入到你手錶裡面 讓你的手錶可以有更多更豐富的使用功能 但在4Round 35這個系列當中 其實是沒有支援這項功能的 那它大部分只有最入門的簡單跑步紀錄功能 那可以看到4Round 35這支錶當中 其實它的錶款的這個錶面是比較陽春的 它是有黑白兩色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些進一步的顏色落差調整 你可能就看不太出來 所以這大概是上一支錶款4Round 35的這些基本功能 那它的費用定價是6990 所以在這個定位來說 其實以當時的錶款 它其實算是還有一些入門跑者 或是需求沒有這麼深入的人 其實是還蠻夠使用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就是 這些 Round 45啦 那這支45推出之後 它有兩種錶款尺寸 一個是45S 一個是45 那這兩個錶款差別在哪呢 這兩個錶款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它的錶鏡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 在這兩款的錶鏡當中 我右手邊的這支 是4Round 45S S代表是比較小的系列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45 所以它兩個錶鏡不一樣 這個是39 這個是42mm 那這兩支錶款當中 沒有任何不一樣 就只有大小的差別 所以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的手比較纖細 你希望帶小一點的錶款 其實45S就是比較適合你的尺寸 那如果你是一般男性啊 都可以使用45這個錶款 戴起來會比較一般一點 適合的大小 那在功能上面可以看到 它的手錶顏色已經跟上一代35 有非常大的不同 它已經自願彩色的錶面 那它的所有按鍵配置呢 都是跟上一代 就是235 245 935 735 這些錶款都是一樣的按鍵模式 所以你按起來 其實不會差別太大 但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上下的時候 你還是會看到 它的標題跟它的數字 還是分開顯示的 所以你可能會在這個部分上 會有點沒有辦法 這麼即時的讀取到 你所需要看它的內容 它有支援新的 訓練形勢力的功能 那這功能呢 其實在之前的35系列是沒有的 那訓練形勢力 就可以讓你跟 教練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你可以透過 教練開給人課表 直接點進來 就可以下載 那你就可以有很好的 直接出好的課表 可以直接使用 那可以看到 旁邊的畫面 就是我們現在在 Garmin Connect IQ的這個軟體上 它就可以透過我的表面 去搜尋你喜歡的表面 像目前的這個手錶的表面 就是我覺得它非常像 Apple Watch的一個設計 那我覺得它很可愛 所以就把它下載進來 那它也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軟體資源 來告訴你 你目前的天氣狀況 最近的訓練內容 你還可以使用最新的功能 它就可以告訴你 你目前身體的壓力指數 還有身體能量指數 那你目前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是不是的訓練 會不會步驟疲勞 那我覺得這跟 For Honor 245最大的差別 就只有它沒有血氧功能 那其他這些偵測的功能 都可以讓你更知道 你現在的狀況 那它也支援你在使用者資訊裡面 可以去找到 你目前的最大飾氧量 它也只用你最近的訓練內容 來評估你目前的最大飾氧量 大約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兩支錶款 後面的心率偵測感應器 有點不一樣 因為在For Honor 35當中 它是第二代的心率感測器 那For Honor 45 已經進展到第三代的心率感測器 所以在心率感測器上 它會更加準確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GPS功能 它也支援了最新的這顆衛星定位 所以在GPS功能上 涵蓋的範圍會更廣一點 那如果你的GPS定位 是使用GPS加Glonna 兩顆衛星的話 那你的電池續航時間 大約可以使用11小時 所以在使用時間上 其實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夠用 在你訓練當中 所以整體來講 For Honor 45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適合推薦給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 剛加入跑步的跑者 你的運動需求沒有需要到這麼廣泛 那你會需要跟教練 有一個在手錶之間的連結 那For Honor 45 就可以是你在跑步當中 猶豫不決 到底該買哪一支手錶 可能單價太高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你的第一考量 它不管是大隻或小隻 定價都是6990 它支援的功能呢 從以前For Honor 35是很陽春 到現在 它支援了Connect IQ 支援了這個訓練計畫模式 就是你可以到Garmin Pro上下載 各式各樣 你覺得適合你的訓練 不管你是要減肥 不管你是要訓練半碼 甚至到全碼 都有適合你的刻表 可以在當中做選擇 那還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它把畫面都變成是全彩螢幕 那還有一點 它在這個系列當中 所有錶款都有加入的呢 就是你的事故偵測功能 你只要在你的手機當中 去設定你的緊急聯絡人 手錶會自動偵測 如果你真的有發生什麼意外 它會馬上的發信通知 你的緊急聯絡人 那這在Garmin Pro上的45當中 也有做支援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啊 就是它有支援身體能量指數的這個功能呢 就可以讓你更清楚知道 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會不會過度疲勞 適不適合訓練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對於手錶的選擇上 預算不算太高的話 但你也不需要一些進階的一些 例如說學長偵測功能 那 Pro上的45 它是非常推薦你做選擇的 因為它在基本跑步功能來說 其實是非常非常足夠 而且在兩個尺寸上 都有各兩種顏色的選擇 在45S當中 它兩種顏色的錶款 分別有白色跟紫色 那都是比較適合 比較嫌棄手的人 來做選擇使用 那如果你的手是比較粗曠的呢 那你可以選擇 For Honor 45 它有錶款顏色有黑色跟紅色 那兩個錶款帶起來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開箱 跟大家分享 到底在這一次 For Honor 45跟35 上一代 兩種錶款差別當中 到底是新增的哪些功能 那我覺得它整體來說 真的是非常推薦一個 如果你對於跑步來說 預算需求沒那麼高 但是又希望有一些 基本的跑步 可以使用到的一些 GPS定位啊 或者是刻表功能的話 45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喔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簡單的分享啦 希望這次的開箱你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過 我們下支影片見 Before We Run